新竹市往年的龍舟競賽 都在南寮舊魚港舉辦 今年包民組數破紀錄高達90多組 讓假日參與競灘的城市行銷處長相當開心 也感謝大家對於環境的愛護 讓整個城市越來越好 很感謝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幫我們競灘 因為今年新竹市的105年的龍舟賽 今年我們總共有91支隊伍參加 這是10年來新竹市龍舟賽最多的隊伍參加 那比賽的地點就是大家看看競灘的舊港 那其實會有很多的民眾當天6月9號比賽 當天來到新竹的南寮漁港 他們會看著這邊沙灘 我們把這些灘淨乾淨的給人家賞心悅目 第二個我們這次比賽呢 會把新竹市的很多的社區 還有很多外國的朋友介紹到南寮漁港 那所以今天的競灘灘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新竹南寮漁港因為最近封殺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也進行除殺 很感謝大家今天共同來把這環境打掃乾淨 南寮舊漁港因為封殺大 加上預計問題近年來已經以往新的漁港 但是舊港地區美麗的地中海環境 仍然吸引許多民眾假日休閒 這次淨灘也有許多民眾 受到朋友號召一起來響應 期望守護著見證在地歷史的老漁港 你不會朋友想找一起來 因為來熱心公益一下 要環境要大家一起來共同維持 這樣子大家才有好的生活 海洋是生命的源頭 也是漁民們一生的一號 雖然現在南寮舊港已經卸下重任 但是每年端午節的龍舟競賽 仍然可以看到過去的影子 這次透過淨灘也是期望還給海洋 一片乾淨的空間 讓這漂亮的畫面能夠永遠的流傳下去 海婆新竹 陳洛宜紅 採訪報導